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不論是遠去工作或者是SOHO上班族的父母們 不想共處於是第一名的一定就是小孩 尤其疫情的時候關在家裡 他們可能在開會的時候跑來跑去是常態 有時候如果不小心呢,把好不容易打的報告給毀掉 那父母真的一定會火山爆發 所以呢,國外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也就是共享辦公室結合幼稚園 去工作的時候順便就可以脫嬰非常的方便 那這樣這麼好的服務怎麼還沒有進台灣呢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這個新的商業模式吧 總部位在倫敦的Huckle Tree集團是知名的共享辦公室品牌 看準現有會員以及外界有大量脫嬰的需求 其中一間共享辦公室就是結合脫嬰的服務 設有專人看顧的區域並提供尿布台及相關的設施 會員只要每個月支付大概新台幣6000到7000元 就可以安心的把小孩寄託在這邊整個上午或者是下午 打設希望有專屬的保姆 也可以額外付費 會有一對一的VIP服務 對比過去成租辦公室的錢 傳統幼稚園的費用 還有接送小孩的交通費及時間 這裡的會員可以節省大概20%的托兒費用 因此呢也增加父母托嬰的誘因 在倫敦也有越來越多共享辦公室推出類似的服務 有的甚至依據不同托嬰需求及服務程度延伸出不同套餐的訂閱制 也為共享辦公室帶來很不同的相機 另外美國近期非常紅的The Wings 是為女性專屬打造的共享辦公室 主打女性在哺乳世間 這裡會給你赤板棒的自在及舒適 附帶專業的保姆小孩遊戲間 讓職業婦女呢可以在這邊一邊專心的工作 然後小孩也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 因此不僅僅獲得許多新創 還有個人SOHO族的青睞 一些大企業呢也將部分有需求的女性職員安排來這邊 作為企業福利的一種 此外呢 The Wings還針對職業女性提供一系列貼心的服務 像是化妝品的適用 吹頭髮服務 而且所有的裝潢跟家具的配色呢 都是為女生們兩身打造 所以即便年費要台幣千萬左右 還是有一堆人排隊等著進去 其實呢我覺得The Wings結合企業福利的模式蠻聰明的 因為一方面呢 企業可以透過借力實力的方式 還有這樣共享的模式呢 來為員工謀福利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可以去始終的鞏固一群就是SOHO族 因為平常SOHO族他就選擇很多嘛 可是因為小孩的關係他就必須固定在這邊 而且對他們來說那也是有高興需求的 而且這時候已經不是單單經營大人社群這件事情 包含小孩社群他也是一個重點 而且到時候呢如果大人他想要走 可是也可能因為小朋友不想走 那也有可能走不了了 如果對風格地產的任何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也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也可以再為大家做更多深入的研究喔 那我們影片今天就到這邊了 下次見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